我想首先必須跟康復介紹 這次來的大部分都是我們屬於叫慈悲置業 或在海外叫慈悲協會的一些幹部 那我們現在把整個合起來叫慈悲置業 然後在每個國家登記都叫慈悲協會 然後就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既然定位在慈悲協會 也請看部給我們開始 當然媒體網路都是一個方法 所以特別就會去重慈悲的老人關懷 祝念 詩詩 放生 包括祝念 燕供 誦經 反正佛教所做的一切事情 大概我們都在做 也請看部給我們開始 或是說這些幹部們怎麼樣去圓滿 乃至各位可以請示幹部 確實很好 因為我看海濤法師的很多的行為 也是剛才也講了 就是我們大多數的佛教徒 或者甚至非佛教徒的話 就是應該很相應 為什麼這麼講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如果一個很高的一些研究的理論 包括昨天有些專家講的一些很深的話 我們都不是特別的明白 但是有時候佛教也是從比較深入的 深層次的研究也有必要的 但可能更重要的在世界各地 現在還是需要我們經常所謂的四肅善根 就是放生 做慈善 祝念 護身等等 這樣的行為 實際上大多數人的根基在這方面非常有源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佛教要做比較深 可能要有一些研究團隊 像佛學院 那麼要做光 也就是深光兩個方面 如果我們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應該是從慈善 慈悲 這個層面下屬作為切入點 非常合理 而且我們經常也是按照各個國家 各個民族 他們的傳統文化 他們的風俗習慣 他們所需要的這種方式來切入 我們佛教徒不能完全是非常四般的 比如说汉傳佛教的阿彌陀佛 非要在一個地方讀的話也不一定 藏傳佛教的觀音信託 非要在一個地方非常強迫地去讀的話 可能不行的 如果越南的話 越南有他的習慣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習慣 台湾和馬來西亞有他們的不同 所以佛陀的教法可以用三巧方便來 轉化為他們所喜愛的 實際上是讓他們行善斷 這樣的行為非常重要 所以看到各個地方的菩薩們 還要在各自的道場 各自的中心 各自的佛教團體當中以自己的方式 也要有自己的方式 也要有我們共同的理念 所以我看到台湾的很多法師也好 包括藏傳佛教的很多法師 也是融入社會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剛才藍傳佛教的有些法師也說 他們有点可惜的 很多高僧大德在山里面闭关修行 不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自身的修正是很了不起的 這個我們完全承認 他們有很高的境界 可是他如果沒有培養弟子 沒有融入社會 這個社會上現在有這麼多可憐的眾生 如果我們沒有幫助他們的話 的確是佛法已經存留在山洞里面 或者是寺院當中 因此我們要佛法帶到世界當中 社會當中 一定要有很多的化身 因為海盜法師一個可能 如果到各個地方要帶很長時間 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也特別希望 我們也在做這樣的 只不過我們可能做的比較簡單 沒有這樣的系統化 其實我們很需要 我看到《回光集》里面也好 生命電視台很多的你們全世界的聯絡店 我看到各個國家有這麼多的話 有時候特別遂寫 發自內心的 哇 這麼多的地方 有這麼多的中心 每一個國家 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 一方面可以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很近了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爭取機會的話 恐怕是很難的 所以特別感謝 我希望大家 我們慈悲思議協會的道友們 就是菩薩們 還要不斷地努力 這次你們參加這個事情會的話 大家也可能也許感覺得到 就是我們這個佛教有時候是理論上的話 他們都會講 但是實際上讓他們做好多教授做的話 他們都不會做的 我前天聽你講那句話以後 你一個師父傳那句話 我想知道傳什麼話 那你僅持三十年 師父 這麼簡單 其實傳那句話就很簡單 當時我們去五臺山的時候 我也 因為當時我汉語很差 到現在我普通話的很多的三生二生 都分不清楚 不是很好 但是當時我的師父說 讓我上去以後 負責汉族這邊的教課 然後這句話我就 因為後來就一直沒有改 本來我跟藏族這邊講個課 這樣的話 我自身可能是因為被五部打論 這方面可能我自己的興趣 因為漢族有時候是居士 出家人有時候特別複雜 要管理 有要講課的話很複雜 但是當時上師說 你以後是漢族這邊負責人 這句話我就用了三十年 所以我確定 我也要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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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里堪布 作為海外的學佛弟子 我們顯教跟密教的弟子 如何可以更加融合在一起 完成這個慈悲的事業 阿彌陀佛 其實這個我看 我們一個是藏傳佛教的很多大德們 應該在講法也好 做事情的過程當中 發自內心的配合 這個仙教的這些大德們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仙教的這些弟子們 和上師們也要跟密宗多了解 然後大家一起配合 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法師和上師在他的團體當中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可能有責任 鮮密的這些有能力的大師也好 弟子也好 各個地方發自內心的大家互相幫助 確實沒有 本身佛教顯密沒有什麼差別的 完全是圓融的 就像我們藏傳佛教 每一個寺院都是顯密雙修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我們以後多溝通 多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 這樣可能是最好的 因為弟子所在的環境的關係 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們不是深入的佛教徒 但他們是知識分子 他們覺得說相對於很多其他的宗教而言 我們更多的是過於在於自身方面的 但是我也看到兩位高僧大德 有很多 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慈善事業 比如說去幫助其他的 只是默求的問題是 在未來不久的將來 就像我們看到萬恩跟萬木 在非洲的那些的問題 在未來的將來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佛教 佛學研討會 跟海盜法師的這邊 就有沒有可能是有一個 比如說像Summer Camp 或者一些類似的活動 可以讓更多的青年的佛子 也可以有機會深入到 比如說非洲這樣的地方 去親身體驗到人間的痛苦 你覺得說在未來的將來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這個不是特別難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做這些事情 不管是做慈善也好 住學也好 建學校 教育 這方面都很重視 我去過一次非洲 但後來確實感受比較深 所以這次我們事情會也是特意 讓他們參與 讓我們這邊的任何人知道一下 可能在其他地方做一共和發行的 到非洲還是難得比較多 因為非洲對自己自身的生命也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包括它有一些毒蟲 還有一些毒蛇 還有一些各種疾病 戰爭 他們那邊有很多的 但是我們還是很有必要關心的話 像這些地方的話 的確也是很需要關心 所以我們將來 因緣具足的時候 應該也可以靠你 請問兩文大德 那些人 本菩提院有辦佛學版 但是很多家長怕他的孩子出家 因為他孩子會去不吃肉 而且每次早上會禮佛才去學校 因為我跟他們講 祖先就是我們的根本 所以你們要早上要拜祖先 跟他鼎禮先 來去學校 保佑我們一路平安到學校 然後回來之後 再鼎禮 保佑我們平安到家 所以他們的父母親長 以後我的孩子會不會出家 我說要出家看影音啊 所以請文憲布 要如何去開導他們的家長 有時候對我來講 我只能有一句話叫以心傳心 因為有些人你沒辦法用嘴巴跟他講 但是你可以用心跟他溝通 就是說這一點對我學習以來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人很喜歡喝酒 所以我用內心跟他說法 然後我的功德回向給他 我發覺有一些改變 那就算沒改變 那至少我做到我該做的 但是如果你不 如果你嘴巴不能跟他講 然後心也沒跟他講 那你就被卡 就有一點壓抑對不對 這樣對自己也不好 但是當然佛教的現代化 以及出家才是真正孝順父母的這個觀念 如何落實在漢人 因為漢人他們太重視孝順跟祖先 一定要讓他們知道 如果你要你的兒女 真正能夠孝順你 而且對他有幫助 從這個入門有時候還比較容易 所以出家不是離開你們 出家是為了你們 這個是南傳佛教的思想 南傳佛教出家都是為了父母 所以他們很喜歡小孩子 你趕快去出家幾天啊 這樣我才會發財 對 對 法師的觀點完全斬動 我也是這樣的意思 頂禮 看部和海濤法師 其實昨天呢 就聽到那個南傳的尊者 他是說那個時候去年馬上 大地震 然後很多寺院家庭都毀了 他去曼谷那邊照記者招待會 然後因為媒體的力量 還有就是現在社交媒體的種種力量呢 能夠非常快速的把好的事情去傳播 給更多人知道 那其實社會上有很多想要幫助 有需要幫助人的地方 那我是想請問 看部還有海濤法師說 在現今的社會呢 其實要幫助佛法的這個興盛 如何可以用這種科技 還有媒體方面去幫助 有什麼地方是特別需要的 好像尤其有發現到這次的事情會 因為很多年輕人的關係 所以這個訊息 這個佛教這個幸福的這個訊息 傳得特別快 因為本身經驗的就是年輕人 他們所謂紅髮的工具呢 就是這些電腦啊手機啊等等 那因為這個趨勢嘛 會越來越多人在這一塊 因為手機都是不離身的 所以平時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方向是我們可以去貢獻的 謝謝老師 你說的對 確實現在這個信息時代 就是一定要掌握這個高科技的技術 包括我們佛教段對 新法師那個海濤法師是很早就已經醒過來了 我是信得比較晚 水難教 但我也覺得就用了一部分 就是包括一些網絡啊 就是這個一些媒體吧 我們都是沒有什麼電視台啊 就是最多是一個微信和Facebook 但是呢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掌握的話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的這個技術人員 可能不斷地要學 這個很重要 就是因為他日行寓意 就是今天當中就換一個 包括我們這個機器的使用和媒體的方法都變了 所以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可能用智慧來抉擇 哪些是可以用 哪些是不能用 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懂得全世界的不禁止我們佛法 甚至可能各個國家的政策的導向 這些也要明白 否則的話我們網絡上一個信息一句話發出去了以後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能影響很大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可能 尤其是我們的一些重策劃的人 或者是古墓的這些人 一定要懂世間法和初世間法 佛法方面也要懂 佛法不懂的話可能內容如果騙了 就這樣的話就對大家影響一大 還有世間法方面的話也要明白 可能整個大陸的趨勢 美國的趨勢 包括很多的道理要明白 所以在這個方面可能 我看法師確實用的人才 這些都是很優秀的 我也希望可能在座的還要不斷的提升 我們不能再殘留在一個層面 不然的話這個世界就變得太快了 謝謝 尊貴的Campbell 我想說你可以給我們生命電視 你都一直有在關注我們生命電視台 可不可以給我們生命電視台 在節目上面的再更好的一些建議 因為我們也希望能夠突破再做更好的節目 阿密達佛 以前我經常看生命電視台 今天也比較忙 看得不多 但是加拿大的 美國的 英國和法國的 他們都經常看 他們上面就學到很多的知識 因為作為一些在家人的話 他們平時都需要 既有一些現代的媒體味道 同時可能自己也作為一個佛教徒的身份 也需要這方面的營養 所以我聽他們說 確實在這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我今天沒有什麼新的建議 但是一個是我們做媒體也好 做任何事情也要做戲 因為做事情的過程當中 時間長了以後到一定的時候都比較累了 所以有時候可能很容易比較散乱或者說比較麻糊 尤其是現在的媒體和文字 網絡社交 這個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很嚴謹的邏輯 這個思維方式來抉擇 第二個 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也有這種感覺和經驗 要長期地發心 人要穩重 作為一個工作人員 發心人員 技術學完了以後直接離開的話 這是對個人來講也不太好 對我們的整個集體來講也不太好 所以我最喜歡的是人心很穩重的人 不是兩三天學得特別聰明的 過完了以後就走了 作為技術人員和工作人員自身要穩重 然後作為觀眾來講 對自己所愛的或者有信心的媒體 應該長期作為自己的可頌本一樣 經常看 因為從中你得到了很多正面的智慧和慈悲 所以我想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就是依靠電視和媒體來得到智慧和慈悲 是非常難得的 我特別随喜你們有這個平台和有這麼好的善知識吧 其實說起來是電視台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24小時不斷的 就是這麼一個智慧的善知識 這個可以說是火神聖的諸佛菩薩的化現 所以我們還是要珍惜這種機緣 我插播一個問題我想要問康布 你覺得你現在最痛苦是什麼 最困難是什麼 我看最痛苦最困難 好像也算不算痛苦吧 但是時間總是不太夠 也不算痛苦吧 因為自己願意做的有些事情 其他的話 尤其是我們作為出家人 紅髮力神也可以遂願 就是讓自己做多少就做多少 嗯 好像 其他好像想不出來什麼很困難 哈哈哈哈 還好 還好 不過我想 我很多索拉吉康布的弟子都給我反應 他們就是很擔心 就是希望康布永遠健康 比較關心的問題 頂禮堪布 然後也想要問海濤法師 就是我覺得好像不知道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還是我覺得好像在藏傳佛教這一塊 對度化外國朋友以及年輕的朋友 比較好像那個圓感覺比較容易 因為在我學佛的這幾年 我覺得我的同儕相對好像比較少 然後如果遇到的是同年齡的人 好像大部分是外國人 不然就是 是從藏傳 然後接下來這樣子 就是在入閒教這樣子 那我想要請問康布說 是真的有這個現象嗎 還是我自己覺得 然後如果有這個現象的話 是不是 不知道 以這個 我們現在也是跟隨 那個海濤法師 然後不知道 我們可以怎麼樣地去度化更多的 年輕的朋友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我自己的感覺到是可能 年輕和國外的人 對藏傳佛教特別有信心的 感覺到沒有 不過這幾年 不管是汉傳佛教 藏傳佛教 還是學年輕人 學佛的人 就越來越多了 這個是事實 我們經常看到 他們佛教徒當中 很多的年輕人 尤其是九零八零以後的 而且現在很多學佛的這些 本科生 博士生 水平比較高的 這種人是應該比較多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藏傳佛教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方面應該是相同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想 關於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語文的問題 因為藏傳的很多 康部在學院裡面 特別在印度的 尼泊爾他們 一定要學英文 所以 而且 他們必須要到國外發展 才有護持 那自然就 語文能力的問題 就比較容易融入 所以這一點也是我們漢傳 要加強的 所以有時候我跟他們規定這些年輕人 講話一定要全部講英文 他們講幾天就不講了 所以 我想就是強迫自己訓練 不過當然會講英文也不見得會推動佛教 因為新加坡馬來西亞這麼會講英文 但是我想還要有一個自己的願力吧 願力 因為外國人不容易度 他是每天跟你討論問題而已 他不修行的 那有時候對我們漢人會覺得說 太浪費時間 因為他只是 一直跟你 一直跟你在那邊 口 指上談兵 他很喜歡把你問問問很久 光一個我出家 他就會問你兩個鐘頭 我說你也不要出家 你問我這個問題要幹嘛 他覺得很好奇 你怎麼離開你太太 然後他 跟他沒關係的 那漢人如果問我 他是他想出家 然後他又太太 因為他問我怎麼辦 他才會來問我這個問題 他平常不會問我這個問題 大概生活習慣還是不一樣 好 各位還有嗎 我想請教一下 南傳跟 藏傳跟賢教的都有 漢傳的都有打坐 就是都有強調打坐 可是他那個入手處好像不一樣 那今天早上的時候 堪布跟海濤法師講的 他海濤法師好像是 我自己感覺 他好像是說 很入這個生活實際中 然後他每一件做的事情 都是在殘坐中 那 那 漢布的話是 打坐的時候是有 就是藏傳佛教那個入我我入 就是把那個 世阿摩尼佛 觀想進來 融入自己這樣 那南傳的 他們的打坐方式 好像比較是 就是自己 自己把那個念頭放下放下 然後 然後 那像這樣 我們在聽的時候 所有的方式聽起來都是很不錯 但是我們如果要入手的時候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然後要怎麼樣能結合 其實海濤法師因為世間關係他還沒有開始講 不過他們的藍傳佛教跟汉傳佛教 很多都這樣的 只不過他們整年禅修是比較重視他們的那一般 但他們也有觀佛的 包括我今天早上翻譯的那個案例 他也說他們把自己的心和佛變成無二無別 他們南傳有一部分大德就是開始提倡這樣的 所以在生活當中看你哪個適應 哪個對你自己對著煩惱對著分辨點去作用 就修那個 或者是對哪一個傳承感興趣 有信心的話也可以修這個 阿彌陀佛定理看部定理海濤法師 在這裡想請問看部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有學習到 基本上有兩三種不同的禅修方式 那看部就有教我們如何觀想 如何把釋迦牟尼佛放在心中融入我們心裡 然後海濤法師就有教我們在平時 在行處做我都立了大眾的那個慈悲心 那如果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在我們的行處做我 在一個念佛人來說呢 那我們平時我們行處做我 就我們都會想去利益中生 但是我們心裡面只是一句佛號 或者是Omani Be Me Home 這樣子的話 或者是在禪修過程中 我們只是念佛 這樣會有衝突嗎 是應該有佛號呢 還是要放下那個佛號去禪修呢 這個都不矛盾的 如果你大作就是完全想禪修的話呢 就是今天我們就剛開始講的一樣 就是可以這樣的 然後如果你就是得到這個佛 我們一般佛教裡面講出定和入定 入定的時候你就可以安住在你的禪的境界當中 然後出定的時候你就把佛和菩薩的加持融入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所有行為跟佛菩薩的慈悲心無二無別這樣去做 這個叫做厚德 出定以後的行為 所以這個不離開知無菩薩的加持 但你在禪禪的時候是入於清净的定 當然有些境界比較高的話 那你出定和入定都是一樣的 那個時候念咒语的時候也是禪禪 禪禪的時候也是可以行持各種各樣的事業 但我們一般人呢就是可能自行持 你入定的時候可能沒辦法念咒语 念咒语的時候沒辦法入定 好 感恩幹部 阿密達法 我想頂禮幹部 我想請問一下 我在想說那個出離心的問題 上傳佛教第一個要接受的話 就是要先有出離心 但是我覺得出離心這個東西是 你受挫折的時候 或者是你是一個比較學術性的人 他做學術研究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是博士生 研究生比較多的原因 但是對於一般正常的人 他沒有受到任何的 沒有受到任何波動的人 我們如何去度化他 更是現在物欲很流 為什麼我覺得年輕人很難 因為年輕人 他接受訊息太多了 那這個東西對他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相當困難去引導他們 所以我想請問 因為我想說要哪個點切入會比較快 出離心都是很重要 確實是我們儒門的時候 昨天海盜法師也講了 就是出離心 菩提心和空心智慧 這個藏傳佛教當中也講了 確實這樣了 但是每一個人不一定剛開始的時候有出離心 就像阿南出家的時候剛開始沒有出離心 但慢慢慢慢他看到地獄和厄鬼以後才生起出離心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产生真實的出離心都有一定的困難 但在這裡要說明出離心是 所有的南川佛教也好 我們三川佛教的基礎 當然剛開始我們要度化這些年輕人或者學術界的人 就讓他們產生出離心的話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對他們可能是有一種思辨 邏輯推理 就一定要給他通過辯論 就讓他無可言所 這個時候可能也許他是口服神服的 在這個之前呢 一般我們依靠信心 出離心和菩提心的話 很多年輕人分別量特別重 很難度化 所以我們現在開世經會的話 也有些是支持給大家種下一個善根 聽到很多善知識的語言的話 也許他們相訊當中能種下一個 有些的話呢 尤其剛才海濤法師說的一樣 有些國外的人更有 他分辨念特別特別重 他一般都是不可能接受其他 而且他們大多數都有一些其他宗教的背景 所以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也是給他的耳邊念一些佛號 讓他們也知道 原來我們佛教團體當中的話 還是有很多都是科學界的人也好 還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這些人 通過這種方式來逐漸壓制他們的煩惱和傲慢 海濤法師慈悲 阿彌陀佛 有一個問題就是西藏生死書裡面講到的 49天每一天的不同的情境 這個你應該問梳教是吧 沒有應用 他走了 問我們念個的沒用 不是我們念謝的 那你說吧 好的 那就是說 他說每一天的那個景象在中英生的時候 這個如果是修藏傳佛教的話 他應該會看到這一個個景象 那我們如果是修漢傳佛教的話 會不會在中英生 其實這些景象呢 有時有產生 只不過是不認識而已 不管是你的修什麼呢 就是都有這種恐懼啊 或者說憤怒本尊啊 就是這些有 但是你以前對這個法沒有接上善緣的話呢 當時就很快就過了 就是你就沒辦法認識他 就沒辦法認識他 其實蘇家仁波切來了也是 除此之外回答不上 還有定理 康伯仁波切 我想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禪宗的明信見信 跟藏傳佛教的大圓滿 或者大所應的圓滿境界 到底有什麼差別 差不多吧 弦教裡面就很多證的那個金剛不壞聲 那麼密教有紅化聲 這點上好像是密教的很 就殊勝的一點 那個您能不能解釋一下 對 但這個可能各教派自己都有很多的利潤和一些窍覺 還有他的一些依據吧 對 沒有高低 應該每個教派他們自己認為是自己是最高的 但是呢 實際上應該 只要成就的話 都應該是最高的 每一次如果有花會的話 我們做一個觀想 就是講 因為我們可以借用法師的力量 因為他們比較有這樣的能力嘛 我們每次這樣觀想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眾生真的是很苦 所以我就把地球就是整個在中間 然後法師就是圍繞著旁邊 這樣給他們種下一個因 就是給他們有一個佛法的因 等那個時機成熟了 然後他們也是有佛可以幫助他們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很好 依靠法師的智慧和慈悲融入自己的身體 然後自己開始發願度眾生 這樣的話有特殊的力量 因為我們藏傳佛教通中經常有一些上師瑜伽 也實際上是法師的事業和法師的智慧和慈悲 融入無二無別的一種力量 其實這個確實有很大的力量 昨天我們可能看得出來 索教仁波切一方面很幽默 但是他對上師們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這不僅僅是昨天 二十四年前我們九三年的時候 法王敬悲哲就一起去過他的道場 當時我的感受很深 他對上師們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看《西子王生死書》裡面也看得出來 他對每一個上師稱呼的時候也是偉大的上師 他一般不會直接地說 所以這個還是 作為一個成功的弟子的話 對自己的這種傳承的法師 還是有個強大的信心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謝謝 好 來 打算往前面坐 我們現在趕快拍個照好不好 坐在原地 可是這邊圍 往前面坐一下 然後大家往前面看 然後臉笑一點 臉笑一點